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与结婚毫无相干 而会有结婚之名 纯粹只是美丽的误会 因为wedding soup在意大利文的意思 就是形容汤里的材料 配合得恰到好处 就像婚姻一样美满 不过看起来清浅的汤 在料理技法上却是相当反复 安东尼说 在制作以前 必须将小牛骨 鸡骨 猪肉肠 猪肋骨 和火腿骨头全都送作堆 以清水炖煮 而期间增加甜味的法宝也不能少 我们开始放在芦苏里 然后它会放一些青菜进去 鸡骨 有番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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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番茄 有番茄啊 有番茄啊 还有番茄啊 有番茄啊 有番茄啊 這個長得其實有點像那個義大利的一種青菜 香料部分放些黑胡椒粒、八角、丁香和越味葉 注意了 主廚還放入烤過的洋蔥 目的是在烹煮的過程產生漂亮的色澤 但為何會說它高剛呢 原來是在烹煮的六到八個小時內 必須有專人在旁嗣後 咬出多餘油脂才能創造出清澈如水的湯頭 而湯料的部分安東尼除了以青江菜做基底 他還將雞肉、牛肉和豬肉混合的肉泥 先以小湯匙旋轉做形 再以熱水汆燙做成口感柔軟 卻帶有濃濃香氣的小肉丸 但到底這樣的組合配合有多天一無縫 也只有嚐過才知道各種滋味 好鮮喔 鮮對不對 裡面喝得出什麼味道嗎 牛肉味還滿重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雞的高湯 然後還有它這個肉泥很特別 它的那個質感很像那種 虱目魚丸 就是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一般的丸子 只是它的那個厚 就是鬆鬆軟軟 對 它不是那個像我們台灣的魚丸 是還硬丟在地上 乒乓球還會倒大的 它不會對不對 對… 它比較像我們江浙的一種 一種丸子的彈鬆 它就是用這個 打得很細的這個肉泥 像慕斯一樣 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 對不對 可是在餃的時候又有點彈力 就會黏在牙齒之間 就它其實是很鬆鬆 很蓬鬆的感覺 這道最初因剩菜再利用 而發明的結婚湯 不但湯鮮味濃 據說當地人 以義大利麵為食之前 這款湯早已廣泛流行 但就是美味繞糧 難怪歷久不衰 接下來由安媽媽傳授的 超讚義大利麵即將亮相 我眼前這道菜啊 是我自己最喜歡的這個 Chef Andonio 他做的所有菜裡面 我最近特別喜歡的這道菜 這道菜你看起來像什麼 好像馬鈴薯球 像馬鈴薯球 對不對 還像什麼 錯 它是什麼呢 它是 義大利的麵疙瘩 我們曾經在節目裡面介紹過 義大利人也吃麵疙瘩 義大利人做的麵疙瘩 它裡面用的這個麵粉 只有一點點 那麼多數都是馬鈴薯 那麼用蒸烤鍋 尤其是烤過的馬鈴薯 把水分濾掉以後 然後放一點點麵粉去揉揉揉 揉出來的這個麵疙瘩 但是今天Chef Andonio 做的麵疙瘩 它不只是做法不太一樣 它表層有相敬 裡面還有理線 非常的好吃 在品嘗以前 不妨先打叉一下 來更加了解一下 義大利人的麵疙瘩 出生在時尚之都米蘭的 義大利麵疙瘩 它的成分95% 是用大眾食材馬鈴薯做的 因此口感有如 勻軟一般柔嫩五體 而且說到麵疙瘩的歷史 早期是在星期四零休日 為了摘戒的原因 所以把馬鈴薯做成的麵疙瘩 當作主食 但老家在拿坡裡的安東尼表示 麵疙瘩在他的家鄉 是媽媽哄小孩吃飯的武器 不過安東尼做的麵疙瘩 加了更多想法 升華了它的風味 同樣是將烤過的馬鈴薯 以器具壓成泥厚 魚麵粉 泰瑪森起司 一點肉蔻提香 一點鹽 一點黑胡椒 當然還有義大利少不了的橄欖油 好 現在一盒 取另外一個碗 打蛋進去 在與蛋汁會合以後 安東尼強調 說麵團的兩手要很溫柔去攪拌貨勻 慢慢地 確保所有的食材都均勻地混合 因為它到這邊會把這個麵粉做的就是一個 表面非常的平滑滑順的一個質地 如果麵粉不夠 可以像它剛剛一樣再加一點這個 等到麵團表面光滑變得結實了 就可以把它擺放到一旁靜置休息個五分鐘 喘口氣 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醒面 這段時間就可以來製作內餡囉 主廚挑選難易常用的煙燻起司 斯卡摩薩 加點些許瑞可達起司和帕瑪森起司 混合打雲 嘿嘿 就變成這一般模樣 OK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開始做我們的麵糊刀 好 現在還可以做麵糊刀 它的麵糊刀 就輕輕地壓著 將麵糰輕輕推開成厚約一公分的麵糊 接著就像製作麵糊般 將內餡煮一放在麵糊上 餡與餡之間空出適當距離 然後蓋上另一張麵糊 並以圓形模具壓出一顆顆麵糊 這個像其中國傳統點心 豌豆黃的麵糊瘩 還必須先以滾水煮熟再下鍋油煎 等圍尖兩面至表面呈金黃色 就準備進入盛盤工作 煮出一特調的青豆與番茄醬汁 如作畫般的在餐盤上勾勒出弧線 放上牛峰番茄和提魚提味 等小疙瘩上場後 這盤色彩豐富 春意盎然的絕佳組合 將帶領我們踏上 怎樣的味覺驚奇之旅呢 有沒有 像不像的那種 一切下去它的表皮 有一個焦焦的酥香 對 而且還有東西 裡面有餡 對 有內餡的 按鈕下去 對 我前面也講過 我為什麼喜歡Chef Antonio 因為我覺得即便是一個麵糊瘩 它的成盤也非常的現代 像不像一個很當代的水彩化呢 在這個成盤的表現上面 這是我非常喜歡它的原因 接下來的冰沙一登場 就知道主菜要來囉 這道取名為阿瑪菲的Sorbid 其實是以海岸景色聞名的小城鎮 由於當地盛產檸檬 所以安東尼即以檸檬皮盛裝上桌 入口酸甜膠汁 沁涼過癮 在洗滴口中的繁雜滋味 就要迎接晚宴的最高潮囉 接下來這道菜 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一個主菜 它上面綠色的 用了多樂啊什麼的 其實它小時候其實不是這樣做 小時候家鄉這道菜的做法不是這樣 它只是把小時候家鄉菜裡面的元素 通通抓出來 然後用現代的手法來呈現 但是姚大哥裡面還有意味喔 稍待一會為您揭曉這道 堪稱史上最性感誘惑的牛排 它身上隱藏的那個不能說的秘密 台灣哪種著名的在地食材 竟能做安東尼眼中 最夢幻的義大利冰淇淋呢 答案會讓你疊過眼睛